国际迈阿密与香港队上周日4日举行表演赛 阿亭球网美斯莱奈马西缺阵引爆全程怒火 主办方TetlerA社今日9日部 将为透过官方渠道购买比赛日门票的公众 共50%的退款 有关退款安排的详情将于3月中前做行通知 根据Tetler提供的综合损益表 收益约1.57亿元乘约1.4亿元赚1300万 预计退款金额达5600万 急需到14300万 Tetler在款声明中表示 为了将这项世界级盛世代道箱 投资了数百万美元及付出了数个月的努力 元旺可以创造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刻 以支持正的努力 让世界记住香港的精彩 可惜对于我们所有购票入场观看美斯做赛的球迷来说 这个想已经破灭 相关新闻 特区政府欢迎有关安排 为主办方Tetler的赔偿方案是负责任的做法 显示其及承担的态度 根据主办方Tetler公开的有关球赛账 显示主办方Tetler已尽最大努力和诚意 安排百分之十门票票价退款 回应社会各界的诉求 政府意明白社会各界对事件 但仍存在不少疑问 特别是2、4日美斯在香港阴商不能出赛 但3日后美斯在日却活跃自如上阵出赛 并在球场上做了不短时的激烈运动 政府寄望国际迈阿密CF球队最终能香港市民和来港观赛球迷做合理解释 我们向友因2月4日星期日香港队对国际迈阿密CF足球赛 道失望的球迷致歉 我们本来希望这项活动会为香港的骄傲 亦以此为目标努力奋斗了数个 可惜最后却令各位失望和心碎 我们和大家一都心痛不已 我们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希望围乡带来一场世界级的足球赛事 但最后却是愿 国际迈阿密在合约中承诺球队中的著名球星 斯莱恩·奥·麦西 佐迪·艾巴·朱尔迪·埃尔巴 布斯基斯·瑟俄·布斯卡特斯及苏亚雷斯·路易斯·索尔兹 若非受伤需 商场坐赛45分钟 可惜最后国际迈阿密通知我们 斯及苏亚雷斯因伤缺阵 球迷入场是为了看球和球星 不过伤患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然而令我感到伤心的是在场球迷似乎未有得到应有的重 当我们德西美斯未能上场做赛时 我们要求 既迈阿密的班主及管理层敦促美斯在球迷面亮相 并亲自向球迷解释未能上阵的原因 但可最终未有发生 而美斯和苏亚雷斯于2月7日在日的赛事中上场比赛 更让我们感到又被打了一响亮的耳光 为了将这项世界级盛事带到香港 门投资了数百万美元及付出了数个月的努力 港是我们的家 在过去超过45年来也是我们公司 不得所在地 我们期望可以创造一个具有标志的时刻 以支持政府的努力 让世界记住香港的财 可惜对于我们和所有购票入场观看美斯做的球迷来说 这个梦想已经破灭 我们一直与正保持沟通以希望解决问题 同时有邀请消费者 原会参与讨论 我们也不会逃避作为主办单位负的责任 因此Cateleration将会为 透过官方渠道购买比赛门票的公众 提供50%的退款 有关退款安排的详情 于3月中前做另行通知 最后 我们再次就事件至 星岛申诉王将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深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现成要市民投稿赞扬深 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星岛 TelApp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 容 字幕要各位计判 个人